早上起了个大早 带我岳父去医院复查一下 爸东西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小慧走吧 把袋子一贴 好 里面装上啥 装上奶粉衣服啥的 泼泼机呀 一夜一天 泼泼机呀 宣保真听话 把口罩都戴上了 上次检查出来 我老赵人有那个鼻动员 最近他耳朵也不舒服 所以给他挂个耳鼻后科 这块人还不多 到号了我和爸进去 你在这看着吧 好 怎么样呀 给爸开了一个耳朵检查 还有一个CT单子 二狗带着我爸在医院跑 我带着圈宝出来站着 圈宝在医院待不住 来医院对面这个凉皮店吃个凉皮 我家要了一份南瓜粥 还要了这个蛋挞 怎么样呀看的 给爸做了一个检查 看了个CT检查了一下耳朵 就是说他鼻动员还挺严重的 而且时间比较长 是上次不是给他开药吃了效果也不大 医院还是建议给他做手术 他的耳朵可能也是因为鼻子的问题引起 我也不及时住院症都开好了 住院症还是可能要住院做个小手术 行吧 行我和爸出来带爸吃个饭 一会带爸再进去办住院手机去 就是跑了一早上了 赶紧跟爸去吃一点 还没吃饭了 嗯 待会给爸爸住院手机办好 下午把他送回老家的他妈看着 好在医院照顾爸了 下午回家找奶奶行吗 可以 不行 不行也得行 好吧 吃一个三件套 羊皮肉姜膜还有稀饭 给老丈人把住院手机办好了 这会呢我们两个回到家里来 给宣伯把东西收拾一下 把他送回老家去 让我妈帮忙照看着 因为后面这几天我们可能在医院跑 带着他不方便 回家了 不给 从室里到老家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本来想让婆婆过来帮我们带娃的 但是老家还有龙活没有忙完呢 他说让我们把娃送回去 他在家里一边带娃 还能一边干点活做做饭啥的 好漂亮呀 这个地 到家了 先来地里面 公婆婆还在地里面干农活 到我们家苹果地了 大家看上天的苹果花都开了 走到地里面特别的香 而且今年的花开的特别多 肯定是有一个好收成的 看奶奶在地里面叫奶奶 妈 我才回来 回来 看这谁呀 我师父还在红脸蛋 热的在冲汤热的 冲汤热的 奶奶爸爸 哎呀 想奶奶了 嗯 想起来 你到大了 我到大了 公公在枝头捡花呢 你这个才到大了 这是啥呀 这是不是你做的 你做 不想吃 人不少... 人不豪备 不过新度ive改变 一切